好 事不宜遲 现在呢 我们就要请大家呢 以最乐奇的呐喊 以及我们的最热烈的掌声 请出我们全美世界的正三之宝 也就是我们全美世界的太阳 范文妹范博士 他要跟大家分享改变创造人生价值 现在我们想要把我们的手放在一起 欢迎我们的音乐师 Dr. Dor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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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热情 好像一把魔 我的热情 好像一把魔 燃烧了整个小猫 太亮见了我 也会躲着我 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给我 够了够了 我们要留点力气 好不好 我们要留点力气 因为我们还有今晚整场 大家很想跳舞是吧 我爱你 谢谢 如果大家想看我跳舞 我们今晚 全场做完了之后 我叫他们放热情的沙漠 我们一起跳 好不好 各位亲爱的全美人 大家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大家嗨不嗨 嗨 我美不美 爱不爱我 当筹委会说 今天下午只是颁奖礼会才闷 说要有一个四十五分钟的激励讲座 四十五分钟做激励 四十五分钟做激励 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呢 我不能像钟老师那样 很善情 让大家很快乐 那我也很难像国外老师这样很厚情 让大家很感动 我又不能像喜交老师那样很用情 让大家很有信心 我也不能像黄董一样 那么幽默让大家很开心 我更不能像Doreen一样那么温情 让大家感觉到爱 但是我有热情 热情的沙漠 所以大家今天早上有去到外面看那个五官之旅吗 五绝有没有 有吗 OK 有是吗 如果你在那边有感觉到五个感觉 我希望 接下来这场分享 能够让你有五种情绪 希望这个分享 让你快乐 让你有信心 让你开心 也让你有点感动 更重要 也让你感觉到我们的爱 首先 先让你们开心 我要让你看看一些照片 谁啊 那个钟老师说 我最近受了像林志玲对吗 以前 二十年前我的 不要看脸了 我的身材是有点像林志玲 那时候才五十二公斤 那 这是十年前 胖到六十二公斤 胖到六十二公斤 有点像林青霞 这个是今年年头才拍的 胖到七十二公斤 有点像刘嘉玲 那 二十五十二公斤 二十周年庆 是不是大日子 是不是要用最美的形态来给你们看 所以呢 我从七十二公斤 降到六十二公斤 现在 再让你看看另外一张照片 再让你看看另外一张照片 还没有还没有跑回去 等一下 看这张还没有看完先还没讲完 有没有看到有什么改变 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漂亮 年轻对吗 哦 这就是全美世界嘛 看看我们的陈博士 这是二十年的他 头发 好像阿摩朗 黄色的 很缺很漂亮 那时候你看到他 你会被他迷住的 有点像珍妮 这是十年前的他 瘦了 瘦了 头发也 比较直了 也变成 巧克力色的颜色 这时候像谁 像那个成龙的老婆叫什么名 凌凤娇 对了 这是现在的他 瘦了 像赵薇 赵薇 越来越漂亮对吗 对了 再看一下另外一张照片 哎 不是还没有到这张 啊 这个人是谁啊 这么瘦 谁 黄董 二十年的他 二十年前的他 这么瘦 对吗 这是十年前的他 那时候他去了中国 因为中国天气冷 所以他剩很多脂肪来 一寒 所以他胖了 那回到新加坡 你看他现在 怎么样 哇 好帅 这个是谁啊 Jerry对吗 你看他 这个是他 十五年前的他 刚刚进来全美世界的时候 是一个很秀气的小男生 现在 好像一个大将军 对不对 你看 从没有胡子到有胡子 为什么 他说他太忙了 没有时间剃胡子 最后 给大家看看这位 这个是十 十五年前的 Ricky老师 你看他这么瘦 好像这小猴子 现在 来到全美世界不久就胖了 现在更胖了 不是胖了 也满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 最高的他的脸 你看他的脸 好像什么 尼勒佛 我给大家 看这些照片 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 事实 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改变 大家刚才看到的都是我们外在的改变 其实我们内在也在改变 只是你 没有去想 你不知道你在改变 因为呢 世界上 唯一 不改变的东西就是改变 人为什么要改变 因为他是为了 活得更好 对啊 对啊 你要为了更漂亮 更健康 更快乐 更有钱 是不是要改变 对的 那其实呢 改变也是一个过程 改变 首先 你要去学 那我们怎么去学呢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 第一方面 别人对你的影响 人跟人之间是会影响的 对不对 有一句话说 静诸者侧静默者黑 这是事实的 你跟好的人在一起 你会越来越好 你跟坏的人在一起 你会越来越坏 所以我们会从 我们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里面 的影响而改变 第二种 你的一些经历 你的一些经历呢 让你有一些领悟 你也会改变 当然第三种 可以通过上课 看书 当你有领悟的时候 你也会改变 那所以 你学到的时候 你有领悟 领悟到呢 你就要去做 常常我们要改变的时候 一开始是很不习惯的 所以你必须要坚持 你做久了 你改变了你就得到了 这就是一个改变的过程 那 我这一生 一直都在改变 大家知道 以前 我还没有进入职销行业的时候 我的性格是怎样的 我是一个非常 懦弱 很怕事 非常内向 悲观 自卑 自卑 没有信心的人 而且呢 可能以前看了 穷有小说太多 所以非常悲观 那 一直到 我记得 我大学毕业出来的时候 那几年 非常的不得知 但是 加上那时候 刚好我的家 我的父母 家到中落 所以那几年 我觉得我是我的人生的 非常的低谷期 在 那几年呢 就是 刚好碰到了 直销 那我在认识直销的时候 我记得我做直销的第一个月 第一个月我赚了三千多块 比我的薪水一个月六百块多了几倍 我就 枉朗大悟 我就觉得 这个行业是很神奇的 为什么我的命运 要去过 原来的日子呢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进入直销 我在直销里面 有做过直销商 也有做过讲师 也有做过 市场经理 王里城 无论我做哪个角色 我都在 改变 我都在为自己创造新价值 为很多人创造新价值 那 经过直销的洗礼之后 现在我的性格是怎么样 非常的怎么样 有信心 对吗 还有非常的积极 非常的乐观 非常的开朗 所以我觉得 直销真的让我的生命做了很大改变 慢慢的 我就把直销当做一个信念 那么在二十年前 当 我决定离开前公司的时候 那陈博士 他就 因为我那时候要决定离开的时候 第一个人就告诉了陈博士 他就跟我讲 你要离开 好了我们一起出来打天下 那当时候 我在想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来施展我的人生报复 我非常希望呢 去建立一个理想 的一个直销平台 因为当时 我也看了很多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一些 不正规的直销公司 我看到这些不正规的直销公司 在危害社会 害很多人 因为这些公司做做两三年 他们就倒掉 那我觉得 如果直销界 越多的直销 不好的直销公司 就越多人怎么样 受害 所以今天如果我有机会 我要开创一个 直销公司 我一定要开创一个 正规的直销公司 那 正规的直销公司 而且呢 我希望 跟陈博士一起 能够创造一个 理想的直销平台 那当时 我觉得直销 应该要让人 怎么样 让人能够赚到钱 让人成长还有快乐 我 跟陈博士合伙的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 当时我认识陈博士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 因为他长得很漂亮 而且呢 更重要 他的人也很好 还有 他那时候有事业 也有一点钱 还有呢 他有一个很爱他的老公 还有他的孩子 我觉得他很幸福很快乐 所以如果要建立一个快乐的平台 我跟陈博士合作 很多人能够在陈博士身上 写到怎么拥有个快乐的人生 而我 可以做这个快乐平台的 背后的工程师 那 那 当我在想 要建立一个理想的指教平台 我就想 第一 你一定要有好的产品 因为只有好的产品 才会让人家改变 才能让人家变得更美 变得更健康 第二 要好的制度 因为制度 会影响你的行为 好的制度 会让你有好的行为 同时呢会改变你的生活 第三 一定要有好的课程 因为好的课程呢 能够让有全方位的成长 第四 要有好的文化跟持长 让他忘记给你们看图片 好 那 我觉得 要找好的产品 好的制度 并不难 因为陈博士是产品的专家 这个事他一定会做得很好 要好的制度 我觉得也不难 因为我 就是这个制度的专家嘛 那当然 要有好的课程 需要怎么样 需要一直找很好的老师进来 那最难的 那最难的是 好的文化跟持长 文化跟持长 需要靠什么 靠好的人 很多好的人在一起 才会有好的文化跟持长 这是最难的 所以呢 我们一步一脚印的 慢慢的建立 那 到今天 我觉得 我们这个平台 相当的理想 但是 我们管理层还是非常的努力 要把它变成更理想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平台非常理想呢 因为在这个平台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 变美了 变健康了 变更有钱了 变得更好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 那 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改变 因为他改变 他就会成长 他成长 他就会创造他的人生进价值 那 当然除了看到别人改变 其实 我跟陈博士也一直在改变 那现在 我要请 我的人生的另外一半 我的事业的另一半 陈博士上来跟我们分享 陈博士 将会 来跟我们分享 这二十年来 他的改变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爱你 各位下午好 好 我爱你们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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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 你好像那个俠女 很 怎么样 提人家 就好像 人家有什么不公平 你就会冲上去 去保护人家 然后我就问Maggie 我说 我没有改变 她说你有改变 我说我记得以前我是不是很暴躁 她说你不是暴躁 你是心急 我说为什么你会感觉我是心急 她说因为你教导我们 你要我们的话 赶快学到东西 那我们又比较慢了一点 那你就很心急 你就很不开心 你就有一点生气 然后的话我就说 那我改变 以前我是这样 现在呢 她说现在 你里面外面都是很柔的 你每一根头发都散发出爱 幸亏我有很多头发 那为什么我会有 以前的性格跟现在的性格 我相信我现在的性格是因为 是真正的我 我现在如果你们懂的星座的人 就懂的巨蟹座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很有母爱的 他很有母爱的去协助 所以应该是我是这样的性格 但是以前的话呢 为什么我没有表达出这样的性格 因为有很多原因 以前我在创业的时候自己的学院 我孩子还小 所以的话呢 我又要做生意 又要管教孩子 所以变成了 我是一个很硬帮帮的人 我就好像家里的将军 我对我的孩子就好像家里的将军 所以无形中的话 就是建立了这种性格 那还有就是那个女性 那时候我跟范博士也出来开创之后 我们是女性 多少都要保护自己 所以的话呢 就是很有保护的 就是很比较 比较硬的那种 比较粗的那种 那过后的话呢 好像Maggie所讲的 你过后呢 你的改变 以前是因为你心急 那我心急 我要他们赶快的有成绩 变成了他们不开心 我也不开心 我现在会这样的 当你不开心的话呢 对方也是会不开心 所以我自己也有探讨 就是说呢 我应该要用什么方式 那时候我已经在范博士 已经是 合作了在全美世界 那很多东西 我们都彼此在承担 所讲的有父同享 有难同当 当有这些 就是包括被一个人 就是帮忙你承担了 你就没有那种压力 而且比较有空 有空的时间去散发爱吧 那我也有看过书 也有上过课 他讲 如果你付出爱 是没有人会拒绝的 如果你要给人家东西 有时候我帮你什么 他说无所谓 不用不用不用 但是当你散发出爱 你要爱一个人 世界上是没有人会拒绝的 所以我看到 因为有可能我也是怕拒绝 所以我要给一样东西的话呢 每个人都能够接受 那个就是爱 所以我的话呢 就是除了讲出来 我还呢 就是有做出来 我还呢 持续的做 英文叫 consistent 那 我散发爱的时候呢 我会做一点 就是 Maggie老师说 讲我的 她说 你是用行动来教我们 我们这个就是叫做 上行下教 我对我孩子也是一样 我用行动做给他们看 要怎么对待人 要怎么爱人 所以到现在的话呢 我很幸运的 就是我所付出的话 就有回报了 我很相信这一点 当你有付出的话 你一定会有回报 而且你的回报的话呢 会呢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 因为我听过一个人 他看着圣书 他告诉我 当你对一个人好的时候呢 你如果要求一个回报的话呢 有可能你会 失望 但是世界上 真正的话呢 当你付出的话呢 不一定会是那个人回报你 上帝会安排 别样的回报给你 这个是我很相信 对 我很相信 而且呢 我已经证明了 所以的话呢 就是我一直在呢 做着付出 那最后的话呢 我相信 我觉得 在全美世界 在这世界 我是一个最幸福的人 因为 拥有你们的爱 因为我知道 当我看到你们的话 你们的身体语言 就呢 散发出来 说你爱我 你尊敬我 我也很尊敬你们 也很爱你们 大家都来付出吧 上天一定会呢 给我们很好的回报 谢谢 谢谢 谢谢陈博士 I love you 陈博士跟我 20年同房 因为我们同一个办公室 其实这20年里面 他的做人做事 我看在眼里 我的做人做事 他也看在眼里 我们都互相的影响 而且无形中的影响 那大家都知道 陈博士的强项 是做人 我的强项是做事 所以我也在陈博士身上呢 学到很多 那种 那种人情似乎的一些小节 因为我跟陈博士两个 是一个非常不同风格的人 陈博士是比较感性的 感觉型的人 我是一种理性的 直觉型的人 所以 陈博士很小的东西 他会看到 他会注意到 人的每个人的感觉 而我呢 每次呢 只看大东西 所以我觉得 我跟陈博士的一个合作 是唯妙唯俏的 那 刚才陈博士有分享 他说 他在差不多十年前 他开始觉得 这个爱的力量 他开始会用爱 做一种沟通 跟每个人的沟通 不只是语言行动 甚至他头发 那 我也看到 这种爱的力量 我记得这样的一个 爱的一个行为模式 非常好 因为我也看到他回报 那我在想 如果 我们把这种爱的行为模式 也传播到我们整个全美世界 那该多好 对不对 那 在这个公司 陈博士的影响力很大 但是 如果一件事 我们两个人都做 影响力就更加大 那我在想 我要怎么把这个爱 变成我们的文化呢 变成我们磁场呢 那我觉得 如果爱 再加上和谐 爱再加上和谐 小的爱就会变成 大爱 所以呢 当我决定 我们要把这个爱的 行为模式 变成我们文化的时候 我就觉得 应该把我们的价值观念 这种和谐 共享价值观念 应该要加以着先扬 那这还不够 我刚才说了嘛 如果两个人都一起做 怎么样 影响更大 所以呢 我也要开始像陈博士一样 怎么样去散发爱 那 以前 我常常说 我常常觉得啦 用爱 用语言来讲 我爱你三个字 是很肉麻的 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这样 对不对 那 大家都知道 我把全美世界当作是我的第二个生命 所以你说 我会不爱全美人吗 我常觉得 我默默在背后做事 让他们更好就够了 但是现在 如果要把爱变成文化的话 我一定也要像陈博士一样 散发的爱给大家 所以我就开始 开始讲 我爱你 开始在讲的时候 真的很 很不习惯 但是 如果你觉得 这是一件好事 这是能够为很多人创造人生价值 你就会慢慢的怎么样 改变 你就会慢慢的习惯 现在很自然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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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在两个世纪前 当我要准备这个讲座的时候 我也问了我的先生 因为他在旁边 在看我 我就问他 哎 我要讲改变 你觉得我这二十年 改变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他想了十分钟 那他告诉我 他觉得 最大改变是这十年 他说 你的 视野 你的格局 你的 国际观 你的企业心 越来越大 那他告诉我 十年前 我就在想 哦 是哦 真的这十年来 我有这样的改变 我就在回想 为什么 十年前 我有这个改变呢 那我就记得 在一九九七到两千年的时候 那时候亚洲金融危机嘛 对吗 那时候是我们全美世界 最辛苦的时候 最辛苦的时候 当时 我怎么激励 出什么策略 那个业绩就不会起来 什么 办法都出境了 都不会起来 那除了接受 还是要想办法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 无论什么挑战 什么困难 什么危机 我不会坐在那边 厌天厌地 我只会在想 要怎么去改变 所以我就不断的找出路 那么那个时候 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这是那个时候的两年前 那时候我在基隆坡 有一个直销商 他带我去见他师父 那个直销商是coni 那那个师父就用指挥斗 说